浙江各地的基督徒通过社交媒体求助 称浙江政府在没有发出通知的情况下 强拆基督教堂的十字架 据海外媒体报道 强拆行动包括温州、乐清、永家、欧海等多个地方 至少已经拆了85个十字架 据当地基督徒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段未经证实的视频显示 当局星期一派出数百名警察城管 强拆温州乐清市白象镇管头教堂的十字架 遭到教徒的激烈反对并酿成警民冲突 多名教徒被警方挡伤 现场的基督徒称管头教堂不是非法建筑 这个教堂2006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和省人大常委主任期间过准可以兴建 现在却被新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的政府强拆 浙江省宗教政策前后矛盾 令正统的教会权益得不到保障 浙江政府除了推导温州三江教堂之外 主要针对基督教的信仰标记十字架 有当地基督徒称夏宝龙本人信奉佛教 强拆十字架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 中国官方媒体曾报道说不少共产党的干部信仰缺失 他们不信马列而信鬼神和大师 有的在家里召香拜佛 知名华裔基督教牧师王志勇对美国之音说 地方政府官员试图限制和打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有声 正统的基督教传播实际上对目前的中国社会是有益的 基督教你本身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有声的 基督教教会肯定在发展肯定在增加 肯定要填补社会道德和信仰方面的虚功 但是问题是政府无力保护那种正统的基督教呢 还是任凭这个正统的基督教不能够在中国得到广传 任凭旁门邪道歪门邪说 却悄悄的秘密的在底下资深和发展 我想政府中国政府从国际民生的角度考虑 应当缺小时时鼓励支持 甚至是保护那些具有圣耳宫的精神 圣耳宫的作用的好的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广传 这样一些异端邪说 一些影响社会为定 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危害的影响的一些极端的派别 甚至有些邪教式的就会受到 就会自然而然的没有市场没有机会 我想政府发挥这个对传讲真理的真正的教会的 实当的保护的作用 开放的作用 这些都是对于个人 对于教会 对于社会 甚至对政府本身 我想多少 就在浙江政府大规模强拆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同时 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打击邪教的专项活动 抓捕了近千人 中国政府公布的十四个邪教中 有七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确定的 另外七个是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 在这十四个邪教组织中 有一些自称是基督教的教派 总部是在香港的亲中报纸 大公网6月12号 援引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 披露了一份浙江省政府的内部文件 这份长达九页的文件 内容直指一些地方宗教存在着发展过快 场所过多 活动过热的现象 要求用一年的时间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把涉及宗教违法建筑查处的工作 作为今年民族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有学者警告说 浙江省拆十字架的行为 将酿成比当年镇压法轮功更加恶劣的国际影响 政府和基督徒的冲突 不但不会达到当局限制宗教的目的 反而会进一步加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甚至引发国际社会的抗议潮 有的教堂被强拆后 决定将巨大的十字架摆放在教堂门口 供各方参观以示抗议 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东方 北京报道